加益市民捲出自助條例 通過 通過 加益市議員排排站 驕傲抬起下巴賣力鼓掌 有藍有律罕見大和解 宣布三毒通過反美豬條款 規定豬肉和其製品瘦肉精 零檢出 就事論事來關心民生議題 不分黨派 共同維護我們加益市民的 為我們加益市的實案來把關 加益市是不歡迎有加入瘦肉精的 牛肉已經進來了 豬肉進來的 不會砲口一致 向瘦肉精美豬說NO 加益市開出頭一槍槓中央 雲林縣也這麼差跟進 食品安全衛生的自治條例 在議會代聲之中 我們禁止美豬 還有瘦肉精的美豬 進到我們的市場裡面 不開放瘦肉精美豬進台灣 雲林加益市綠營地方所長 明確表態拒絕美豬立場 反觀嘉義縣高雄市 態度保守得多 中央政府一致的做法 我們地方政府就是配合 大一個政府風險評估 那個都還有很長的程序 所以我不認為 應該把實案問題上去的話 敏感議題成局求拋中央 張花冠拒簽現議會 反美豬連署引爆爭議 至今仍然不表態 最低調的要署屏東縣長 盤孟安 透過幕僚轉達不發表意見 瘦肉精美豬開不開放 林權內閣面臨嚴峻考驗 只是南台灣自家地方首長 不是反對就是雨帶保留 各吹各得調 民進黨內似乎已經自亂正交 記者侯國文梁家文 連南部綜合報導